哈囉 大家好 我是Ria 今天繼續跟大家聊一下概念股 然後會小小分享一下我會怎麼操作 大家就當一個參考就好了 最近就是一直在有一些新的概念股 其實起來蠻快的 我有說過其實我不跟這些概念股在做股票 可是因為可能拍這一系列的影片以來 大家很踴躍在討論這些東西 感覺是一個話題啦 就是可以跟大家討論 然後也可以看一下網路現在 就是買了概念股的人 現在怎麼樣了 最近又有那個什麼超導體 最新的是探權這樣子 然後我有去研究這些 簡單分享一下我會怎麼看這些東西 因為我主要是根據技術分析 因為我技術分析看很久 不會用技術分析去朝短線 就是去做短進短出 因為那個真的難度是非常高 我比較適合就是不要一直盯著螢幕看的那一種 擺進之後就是會設定一個價格出去 然後它疊到一個價格 我可能還會再加碼攤平這樣子 那基本上我是不停損的 我知道很多人都一直在講 就是停不停損這些事情 市場上絕對有人是不停損還是賺錢的 沒有東西是一定的 你只要找到就是適合你穩健的方式 為什麼敢不停損 就是你只要確定這間公司是不會下市的 你就可以做加碼攤平 為什麼要停損 通常會講停損的就是你是去做短線 然後再來就是你去做最高 這個你一定要停損 因為很可能就是 你跟著主力炒上去之後 你就被丟在後面了 那你一定要停損 因為可能它再也不會回去那個價錢了 除非你確定這間公司是好公司 然後你的價格沒有過乖離 沒有過高 那你還可以做一個攤平 然後把成本也拉低 這個其實是一個方法啦 因為我長期以來在我破產之後 我就是用這個方式 從我破產之後到現在 我基本上是沒有再賠錢了 今天的價格不會是絕對低 那因為我也不最高 所以基本上它可能就是一直在那邊整理 最後來講就是都會往我要的方向去 只是說它不是立即會動的那一種 像之前講AI 那我們來看一下最多人講的微創好了 我最近呢自選股裡面也開始加入一些概念股 因為我覺得研究這些東西好像也蠻有趣的 我自己覺得就是很多在吵的 都是因為它可能是一個趨勢 但是它沒有那麼的明確 但它也可能是一個希望 不要說超導5G 我都覺得我到現在手機都還沒有用5G 沒有看到它的實用性 但是因為它有一個題材 票市場就是這樣子 它就是有一個風聲 大家就會一窩蜂 對那確實這個也是賺錢的機會 這面股呢 以我觀察以來 就是它是很容易在短線上波動很大的那一種 那在線圖上也是看得出來 看一下就是之前AI講的最兇就是尾充 哇它已經從 它的最低呢是抓在2022年的7月 它是23塊錢 然後一直到 基本上就是一塊一年的時間 到161.5耶 長了五倍之多了 那以線圖來講 它確實蠻高 我後來發現我在抓股票價格上 有一點點可以用這樣子 像這一檔它最高價是161 但基本上我會抓一個很低的價錢 為什麼我開始抓價錢 我有些朋友啊 他可能在上市公司工作 因為他們都會買自家的股票 譬如說有一檔 它可能它的平均價都會在80上下 然後我朋友就問我說 那你覺得這一檔幾塊錢你會買 然後我就用第六桿抓了一個價錢 我覺得80塊的話 我會從一半的話大概是40 所以合理大概50以下往下攤 我朋友次之以鼻 他就說怎麼可能會有那個價錢 然後很久 過了很久大概五年以上 我跟這個朋友其實也沒有聯繫 然後很久以後 我想到這件事情 我回去看這檔股票 發現天啊 他竟然在某個時間點 他確實跑到50塊以下 然後他就馬上上去了 對那這樣的事情 大概一而再再而三 發生了幾次 我就陸續發現 我在抓股價上面 好像有一點點準度這樣子 就是它是可以我用來測試的方式 那就是參考就好了 就聽聽就好了 很多概念股啊 他其實已經炒過了 覺得有一些概念股 他確實是趨勢 例如說缺水缺電 然後糧食危機 然後還有之前炒過的元宇宙 因為疫情然後炒了幾支股票 覺得他可能就是有一點資本的介入 所以像這樣的股票 他可能不太容易倒 那如果真的倒了也有可能 我不確定 現在開始會留意一些有籌碼面的股票 那有一些概念股可以發現 除了他的趨勢是確定沒有問題之外 如果他的公司確實有在發展的話 炒過之後 他的線型會有一點就是慢慢又在打底整理這樣子 其實這種股票我就會開始留意 我不見得會現在買進了 因為我現在的方式就是會觀察他什麼時候會發動的比較快 可能會用均線啊 可能有的人是上五日線啊 或是上月線啊 上什麼線才會去買進 他會發動的比較快嘛 所以每個人的方式不一樣 概念股剛剛有講到缺電 我們就來討論一下缺電這個議題好了 政府日前剛通過的氣候變遷應應法 長期的減量目標呢 為2050年溫室氣體淨零排放 為了響應來自台灣的高雲能源團隊 與日本台塑合作推出的 福爾摩莎5512全戶大電量家用儲能 希望可以透過裝置大型的家用儲能 達到節能減碳的目標 來自台灣已經有8年團隊的高雲能源 主要是做家用太陽能的系統裝置 這台福爾摩莎5512的主要特色呢 是它有超大的容量 雙電壓輸出 採用磷酸鐵鋰電池 台灣製造日本設計 10年台塑原廠保修 通過日本SJET的嚴格認證 可以搭配8400瓦的太陽能板 那也是一個非常嚴謹的國家 任何的產品設計製造 都需要符合嚴格的法規 這台福爾摩莎5512 已經先行在日本上市了 如果想要知道這台福爾摩莎5512 全戶儲能的詳細資料可以去看我 之前有一支牌TE5000裡面 會有詳細的介紹 如果還有其他疑問 可以到我的資訊欄 裡面有官方LINE可以詢問 那現在也開放了預購 在FlyV 即日起到11月7號 在FlyV就可以進行預購 有興趣的朋友 我把資料放在資訊欄裡面喔 那一般我會怎麼挑選概念股呢? 像概念股的股票呢 確實會非常多 我會挑選龍頭股 就是最多人在討論的那幾檔股票 我會想說應該會有主力揭入 所以會相對於其他的比較冷門的股票 他會比較容易有波動 也是相對比較大的公司 不過這些還要透過其他的資訊 例如說利用其他的指標 或者是研究公司產品等等之類的 然後去做一個挑選 我覺得對新手來說不太適合 直接就開始買概念股 一開始還是先從最保險最大型的 例如像台積電 做0050這樣子 這些比較穩健的ETF 會比較適合新手入門 然後成本又很低 台積電現在一支蠻貴的嘛 有辦法買一張就是用零股開始做起 先從小資金去累積你的經驗值 總比你用大資金 然後賠錢之後 就可能比較容易有挫折感 我在網路上觀察下來 很多都是新手 就開始在追概念股 也可以啦 其實不管你是做哪一種方式 都是累積經驗的一個過程 在投資的過程 或者是其他創業也好 前期的賠錢挫折 都一定是累積未來成功的一個店咬石 那希望每個人都可以找到 適合自己的投資方法 今天分享到這裡 有什麼問題留言給我 掰掰